瑞芳去侯洞里的侯洞路放眼望去 路边有不少的围墙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 不过也因为年代久远 围墙已经风雨摧残的 不是倒塌的就是破损的相当严重 甚至有些还钢筋外露 这对民众或者是小朋友来说 都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地方上也希望工部门要尽快改善 瑞芳侯洞已经成为知名的观光景点 不过放眼望去 路旁有不少围墙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 不过也因为年代久远 围墙经过风雨摧残 不是倒塌就是破损的严重 又这里每天经过的游客很多 景观也显得不美 因为我们这里也是观光区 UK的城市 如果搜到这样比较有大家比较好看 UK也这样走到 你们这家家很漂亮 路也打得很油 这些道路都是煤矿博物园区的 重要连外道路 附近社区老旧 围墙低矮甚至是老旧不堪 地方也争取将辖区内的围墙 全都改以洗石子的方式 看起来也比较美观 由于要改善的围墙很多 公所经费有限 目前只能分阶段进行改善 不过现在市容看起来也比较美观 安全上也更有保障了 记得陈云威 瑞芳采访报道